当播NBA篮球快信 星期二早早 NBA季后赛上演重投戏 蓝网和蔡尔特仁 将在蓝网主场打响 双方系列赛的第四场较量 蔡尔特仁在前三场中 全部战胜蓝网 蔡尔特仁总比分3比0领先 拿到系列赛的赛点 就算这次继续作客出战 蔡尔特仁都会一股作戏 完成横数蓝网晋级 另外因直播戒时 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蓝网好不容易 踏上季后赛的末班车 首轮就面对攻守均衡的蔡尔特仁 三场较量战罢 他们每一场输球都不冤 G1遭到蔡尔特仁的迹信达顿绝杀 蓝网还能够给自己找回些安慰 G2蓝网给对手打出团队篮球之余 自己依仗的球星期 艾荣就全场13投4中 只贡献10分 最后至3 艾荣3分是外7投0中 他和杜兰特觉得16分 加起来都没有迹信达顿一人得分多 蓝网的球星战术彻底失败 要知道本轮系列赛 令赛尔特仁通过这些失误拿到37分 这是1995年以来 蓝网在季后赛中给对手通过自己对失误拿分最多的一次 目前大势已去 蓝网翻盘几率渺茫 看他们怎样在G4中调整自我 首先主帅艾美乌杜卡去年在蓝网当佐教 他对于这队球队的缺点非常了解 基本上六三军每场战术都极具针对性 阵中双子声职迅达顿同职倫布朗 在这队系列赛中打出了巨星风彩 他们联手军场贡献50加得分 尤其是迹迅达顿 成为联盟第三位在季后赛中单场得到至少39分 5个蓝板 6次助攻以及6个偷球的球员 当中偷球数是他季后赛生涯新高 另外在防守端 今季常规赛最佳防守球员史玛特的防守令旗 艾荣打得好不舒服 后者经常在半场失踪状态 而且在职迅达顿 职倫布朗和史玛特的协防之下 变道兰特都被防到在二以下半场十投零中 同时 六三军还能够做到单场全队七人得分上伤 他们不赢球都毫无道理 现在总比分三比零先 塞尔特仁成勇在下一城问题不大 想看精彩的NBA赛事就看M直播啦 前一位 至此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